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我有内幕调查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就是美国方面施压 蔡英文同意 在最后关头同意放行 那我会这样讲 当然是我会有所本 有我自己的调查方式 当然这里头我自己的询问 那么也在我今天 明天我自己在中国时报的专栏当中 我会提到一些里面的部分内容 在今天晚上的中国时报的电子报里头 应该就会登出来了 那么其实当然在逻辑上 让我们也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部分在先前 民进党的各式各样的卡关 在各个学校当中去问这些问题 在所有的过程里头 其实都知道那个卡关 没有让他的进来这件事情 基本上已经是陆委会 包括内政部 各方面的共同的意见 包括教育部 他是一个跨部会当中的卡关 他不是只有一个 他这个跨部会这件事情的 各式各样的动作 在之前我想其实如果有接触马办 在马办那边有所了解 就会知道那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 不要说是马办 光是他去几个所大学 比如说上文化大学 你要知道他不是只是发文当中 要你来解释 要你来解释之后呢 还有各式各样的反复当中的追问 还有询问 不然我是彻底是理解去追这些学校当中 就是说跟教育部 包括跟内部部 来自跟陆委会的部分沟通 你难以想象 也就是说不让来这件事情 基本上在先前已经是定调了 就是要偷偷偷偷到他到最后这个时间 因为在中国大陆那边虽然standby了 要知道这次来的都是各地方 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的学霸等级 各领域当中都是很有很有影响力的 这些年轻人 所以他们其实在那边standby 你最后过了一个时间点 他们还有也就没有办法来了 其实最先的部分民进党的决定 是已经就是朝这个路线走 要知道我没有很同意 刚刚左下所提的部分是 主要是现在民进党跟北京方面 没有根本没有有效的沟通管道 北京那边是完全就不跟你沟通的 任何沟通他根本是不理你的 没有的 所以其实在民进党当中 最初对于这件事情 他一方面不要这么做 二方面不让来的很大的原因是 他们也亲眼看到了 马英九这件事情 在中国大陆引起那么大的回响 为马英九加持 让他从原来那么低迷的 这个民意支持率拉到过50% 乃至于年轻人当中的支持 对于一大部分的转过来 那么他人当然也非常害怕 你一旦过来当中 各式要的报道 又让马英九重新加持了 他的民意支持率 而一旦这个民意支持率 年轻人的部分状况来讲 一旦移转到国民党到侯友宜 那还得了对吧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在现前都是没有的 于是到最后像这样子 已经决定不让来的部分 谁能够点谁能够决定 没有没有 就只有蔡英文决定才可以 而谁能够让蔡英文低头跟点头 就只有美国 那当然这里头我不是说什么AIT 我没有办法讲出这样子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在大家 如果在关切国际形势上 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推理得到的 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叶伦最近刚防御北中当中 北京之后做了很大的规格 现在有两个非常的重点 第一个部分是虽然他们在很多 所谓的先前的 包括高科技的制裁方面 包括稀土的这些当中没有达到目的 但是现在可能对于中国大陆 是不是购买美债这件事情 北京方面好像并没有很硬 也就是说现在针对于这一点 更不要说未来习败会营造 先前布林肯当然一脸狼狈 一身狼狈 但是叶伦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指标 而且不要忘了 先前布林肯在先前跟中国大陆 在谈的时候也都传出来 包括在国外的媒体也都说 当时针对于台湾很多方方面的问题 谈得非常非常久 但谈什么东西不知道 是不是包括这一次 北京希望来这么一个微小的希望 从布林肯当时就在谈 可能那时候可能没有特别的想法 要知道美国政府也是鹰派鸽派在交错的 但是叶伦这一次当中 特别是要让中国买美债 如果要让中国大陆的这些路上来台 只是一个微小的微小的希望 能够不给吗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就这个 在这种很简单的推论逻辑 就告诉各位 当然我刚刚会这么说 是美国让中国 潘英文点头这件事情 我是有所本 所以我在这里很直接的告诉大家 对因为拖到最后三天 就像是跟你认为美方这个放行的决策 也是拖到最后一刻 我想是重要的 这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个部分还是一些指标性的意义 他当然作为学生交流层面 其实是非常最安全的 他也没有惊动到现在中美台当中的 包括各式各样军事 或各方面的这些争议 或这些所谓阴阳魔界 Twilight Zone的布局 其实是现在在所有交流当中 一旦也包括未来两岸恢复交流 或者是有等等的一个启动 逃无疑问一定是这方面 当然其实主要就是刚刚讲的 非常正确的一点是 其实在中国大陆方面 其实现在对于两岸的深化融合 这件事情 特别是青年交流 这个部分毫无疑问 是作为现在两岸如果开通交流 除了农产品这些之外 在真实的交流当中 这个部分是前期性的 甚至是核心性的 你不要说它统战 有时候交流这件事情本来就要 台商这些还是来来回回 但现在卡住的 最安全最没有争议的东西 其实就是青年交流 所以北京也要这个东西 而要的这个东西 其实并没有影响到 其实现在中美之间当中的这些拉锯 包括现在中美台之间的这些 军事的部分的这些敏感性 还有大量的连布雷什么鬼都 因为武器都要进来 都没有其实大的影响 因此如果在最后关头当中 北京非要这个东西不可情形下 无论在鹰派或鸽派 鸽派当然其乐见其成 就像刚刚讲 其实在AIT先有说 他们其实乐见两岸交流的 也都说了在之前 所以如果做鹰派来讲 还有任何的部分的阻力对于这点 好像也就说不过去 其实中最后就有拉锯搓上 到最后时刻当中也才会同意 那当然也不可能太同意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里头即使如果不是蔡英文 最后点头同意的话 在整个民进党的部会里头 从行政院以下 没有一个不会反对 他们做的我刚刚讲的 各式各样在折磨那些 文化大学等等之类的 折磨所有当中接待的部分 是不知反己来来回回 观众朋友是难以想象的 我讲这个话都是 我亲自都调查过的 提供给各位参考 讲到行程的安排孝志哥 就是看起来 当然学术参访这个一定要有 然后观光景点也是要有 但其他的就是 我觉得蛮有趣 蛮巧思的安排 那也降低这个政治的敏感度 譬如说新竹的台积电 又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 慈忌都安排在内 对接着 我补充说明为什么 我刚刚讲说 就是美国同意 我们观察这么重要的 如果在正常状况来的话 来一来 你可以想象多少侧翼网军 把这些人骂得狗血淋头 再讲些些女妖怪什么之类的 你看侧翼完原安安静静 所以这是由上到下的决定 不过来讲这个行程有意思 各位 虽然陆克观光距离我们很久了 有没有看到日月潭 阿里山 有没有看到红珊瑚 有没有看到买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在这一次当中 很重要的部分要提醒 在这个当中 在每次 如果像这种非常指标性 如果代表的一个部分 后面可能有一个 两岸交流的意志的样板 这样子的状况 未来可能我们可以想象 来 以后如果恢复两岸交流当中来讲 我们过去多年前 日月潭的观客 大家买得死去活来那种东西 然后吃吃喝喝 没有了 这个就是未来两岸交流的新指标的模板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这次马英九到中国大陆 在今天年初去之后 其实中国大陆那边也开启了 对台湾的很多的邀请 意后的邀请 他们所要求的 都是希望能够比照一个模式 就是说一个名人 像马英九这样 搭配一群青年最好 如果不是青年的话 最好是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 第一次申请台报证的次号 如果再没有的话才是一般的 你知道过去能够去的部分一些民众 所以中国大陆是这样子 因为实际在执行 往往一个那么大交流面向那么广 所以所有一种指标性的这种形成 大家来看 所以未来的话 我相信很多地方 很多大概来的部分都想要去慈祭 都想要去捷安特 大道成会是未来两岸交流 很多年轻人乃至于 各式各样企业精英团都必来的地方 然后交流的实质性也要求的变高了 也就是说你这里有座观光 开放这种旅游这种东西 赏心玩乐的吃吃喝这个东西 越来越不会是被认为是主要的 以后你要在台湾当中 就是得要点含金量 什么意思呢 就要有实质交流 实质的学习 而这个东西是中国现在开放的 一个全新的一个路径 所以我们再看这一次呢 有关于陆生来台 虽然是一个年轻人的访台行程 可是对于未来两岸重新恢复 更多观光或者哪去交流当中 我相信会被要求更多的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未来两岸 开始重新恢复交流的2.0版 不再是日月潭 阿里山 什么之类的农林渔墓 那种东西的那种 原来我们传统的老口口的 或者是什么人都可以的那种观光 而这会变成是两岸观光 有扎实 有密度 有学习 有往来 有体验 真正的相互了解 彼此有所表达的这个为主轴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深化融合 也就是说他在讲两岸的部分 从去年11月要求之后 很多的过去在两岸的交流 很多皮面的东西 很多你知道很多都做表面功夫的 这种东西 很多一些老掉牙 老国民党 那时候在当时交流当中 趁机在蹭一些利益 趁机在蹭一些私人口袋的东西 这些全部要去抹去 深化融合的意义 我们才这里头就可以体现 这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 但从这个部分 未来就会变成是两岸交流的 一个指标性的模板 不是说不能去日月潭观光客了 而是所有未来期待 两岸观光交流当中 还能像过去大砍一票 大蹭一票 大载一票 这些路客的部分是绝不可能的